- 还没有结婚以前 其实我一次骑车经过慈祭 他们刚好在做一个捐水的活动 就是抽血 其实我停下车来 我有做这样子的动作 就是抽血 因为他们说帮助陌生人 我说我愿意 因为我说我爸爸他们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之后后来我回想这一段 我想说会不会是我当时的一个小散念 上天就给我这么棒的 这么正向的生命力这样子 小新受证之后 我当然去想要自己也为别人尽一份力量 也捐了自己的血 做了配对 对 我也去把自己的血捐出去 那我希望能够监到资料库里面 因为我那时候参加慈祭的捐水 20周年的我的编号是一千多号 我才知道我是这20周年 我是不是第一千多个这么幸运的人 我很想借着这个机会感谢一下木桥 对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 他说我告诉自己我不是救了一个人 我是救了一个家庭 对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他 我觉得生命很神奇 那当然每个人生命发光发亮的部分 或甚至是坠落的部分 其实是没有人可以掌控的 那我就活在当下 然后对你身边 用你最真诚的心去对待他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所以对房心说我爱你 好棒喔 好棒喔